環球大戰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我們的網路環球讀播版本時間 邀請到的是黃真輝艦長 思敏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艦長今天要來幫我們上上這個 軍事的一些通識很重要的 其實是獨家的一個軍事課程 只有我們在這邊才聽得到 其他電視台不好意思都聽不到 艦長幫我們特別強調 而且今天還帶上這個指揮器 等一下要來指揮說 我們要告訴你們哪一些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來期待一下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的是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航母上面 包括了中國大陸所有的航母 跟美國的比較新艦的這些航母 上面都會有裝的是 神盾艦的這種項鍊雷達 是 對 那項鍊雷達到底有多重要 等一下我們請艦長來帶我們看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航母之外 萬頓大區就是在中共的萬頓大區 像是055或者是052B等等 上面都有裝上這一些雷達 其實就在戰爭上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 跨時代的一個進步 好 這個到底有多重要 那這個可以為我們戰術上面帶來多大的戰力 我們請艦長來帶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特別要說一下 項鍊雷達我不要說是一般的 我們說不是軍人 即使軍人甚至海軍 能夠把項鍊雷達觀念搞清楚的人都不多 我為什麼這麼清楚 因為我當初就是在海軍 我就是負責這個神盾系統 那時候我們想要做個小神盾 我是那個負責的參謀 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搞不懂 為什麼神盾系統要叫神盾系統 項鍊雷達貴到這個程度 後來就經過 可能都要上百億的 非常的貴 一套項鍊雷達 你知道的 在那個時候是很貴的 現在大概就當然大幅降低了 等一下我會再說明一下 那神盾系統為什麼 大家一般搞不清楚呢 那你要了解神盾系統是什麼 一定要從一開始的傳統的 我們叫做戰鬥系統是什麼 最傳統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就是一個所謂的典型的雷達 這個雷達是不是在搜索 所以有360度這樣子轉 我今天在這裡中間 我不知道哪裡會有一個目標來 所以我隨時就有一個雷達 在對著這四面轉 你都可以看到 隨時生色 隨時我就一直在轉 有東西來的時候 我那個雷達目上黑的 就會亮個亮點 我就知道有個目標來了 那你去想想看 在所有的防衛的時候 我第一個我想要知道 我要盡快知道有狼來了 所以我那個打出去的坡 要盡量的大 我舉個例子 好比說我現在打出去這個坡 寬度是30度 我一次一個坡出去 就可以遮蓋30度對不對 我搜索完360度是幾個坡 12個坡 可是如果說我希望準一點 那個30度我覺得太廣 我把它縮小到10度的話 那我搜索完一圈 我就要打36個坡 所以在大與小之間的取決 它是有些困難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我要有預警 所以就是叫做預警雷達 那預警就是說狼來了 所以預警雷達就是像這個樣子 大家注意看 它一個坡出去非常大 可能寬度都有10度8度 角度也有個7度5度的這樣子打出去 可是打出去的時候 我去給你現在這裡有一架飛機對不對 那是不是我這個雷達這個接收機 這裡就會發現一個亮點 可是這個亮點在哪裡不一定 在上面的亮點 你說的飛機是在這裡 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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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在這裡面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我只知道有狼來了 可是在那個方位 那麼大的一個方位 你要叫我拿飛彈也好 那火炮那更是要很精準 你怎麼去打 你不知道有沒有哪裡 所以接著下來就衍生出了第二種雷達 大家應該也經常聽過的就是 這個雷達 你有沒看到在搜索雷達之外 它跑出了一個射控雷達 射控雷達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細的一個雷射一樣的出去 那它今天如果說這個射控雷達 告訴你說目標在這裡 那我是不是拿火炮飛彈 我就可以去打往這裡打 那就是很準的 這就是所謂的基本的傳統的射控原理 你記住有一個預警雷達 也就是大家說的搜索雷達 再來就是所謂的射控雷達 也就是追蹤雷達 好 接著大家看這裡 這就是所謂的傳統的 是不是搜索雷達都是一個好大的一個 它打出去好大的一個 一個這個波 然後接著它是一根針一樣的 這樣的雷射這樣出去 這是射控雷達 這叫做這兩個的結合 幾乎就是從二次大戰一直以來 到美國發明了神盾系統之前的所有的模式 這種搜索的戰鬥系統的模式 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 它搜索目標到建立追蹤 要非常長的時間 因為我找到它 它一次兩次 我才可能知道這個目標 比較準確的位置 才能叫它去抓 它還不見得找得到 它有很多種去抓的邏輯 但是找過去不見得找得到 所以有時候可能長一點 我跟你講兩三分鐘 在早期的時候才可以建立一個追蹤 兩三分鐘在現在的戰爭已經打完了 對 所以它完全不適合 這還其次 我告訴你第二個困難是這個 追蹤雷達 一步追蹤雷達 只能夠追蹤一個目標 記好剛剛那個不是有一個黃色的 那個針對的目標嗎 一個雷達只能追一個目標 你今天同時來兩個目標 我只有一個怎麼辦 那你要有兩個追蹤雷達 我才能夠分開來去追這兩個 通常所有的戰鬥艦 最多大概一般的 像我們所有我們國內的戰鬥艦 都只有兩個追蹤雷達到現在為止 所以我現在就告訴你 這艘船它最多能夠防衛的空中目標 同時只有兩個 你想要4個 那就要裝4個追蹤雷達 4個追蹤雷達要有4個追蹤雷達的位置 那個都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完全不適合現在的戰爭 完全沒用 所以那個時候就美國就想了一個 我能不能夠在每一個單位 每一個角度 我事先都擺好了追蹤雷達 擺的滿滿的 這就是所謂的追蹤雷達 都有一個這個東西叫做 會送腳 好不好 既然這個東西就等於說 有個東西能夠發射一個撥出去的 如果我在每一個方位 就跟角度都放一個呢 放的滿滿的呢 所以到那時候就是不是 搜索與追蹤合一 就是說你這樣去想 我每個角度都有對不對 我一發射 跟那個天女散花一樣 整個散出去 任何一個位置有一個目標 我就照那理由 而且又因為我都是這樣子的腳去 每一個都很準 所以就跟 我沒有所謂的搜索到追蹤 我發現你就是追蹤 他就省了很多時間 那他到底有多少呢 大家注意看這個就知道 有沒有看到 他有多少個會送腳 現在的神盾系統都是大概 4000 5000 6000個會送腳 這樣子一個一個的 這個東西就叫會送腳 就剛剛看到那個東西的一個東西 Feed Home 因為就是Feed Home 這一個一個對不對 他這些東西都很重 早期的時候後面還有一些 冷卻系統什麼東西 所以他非常非常複雜 那這個東西一個一個東西 如果我把電子圖畫出來看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他的電子圖 你有沒有看到 他後面有一個發射器 接收器 他這裡有一個一個一個的 窺中角 他排列的非常整齊 而這些排列的整齊 就在我們數學學的裡面叫做 Row column 那個叫矩陣 矩陣 array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的數學名詞 理論就叫做項列 所以所有這樣子出來的雷達 都叫做項列雷達 就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每一個都是早期的一個追蹤雷達 你這樣就想就 我的天啊 早期一個追蹤雷達 幾億啊 那你現在幾千的東西 給他組合在一起 對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 多恐怖 那我現在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好比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只有4×6的追蹤的項列雷達好不好 就這幾個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大部分人都認為 他是同時有所有的發射角 都可以發射波數據 其實不是 他任何時間只有一個 早期的全都叫做單坡系統 還是只能有一個 那你不能發射兩個嗎 對不起不能兩個 如果你要兩個的話 你要兩個的話 叫做雙坡系統 雙坡系統的後面其實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有兩個發射機 兩個接收機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這是兩個雷達 他各有一個發射機接收機 那他控制這裡 可以發出一個波 他控制這裡可以發出一個波 這叫做雙坡系統 那不管怎麼樣 這裡所有的虧送角 本身是沒有電源的 他沒有辦法供應他電源 他要靠後面這東西給他電源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無源項列雷達 也有一種人叫他說是被動的 就他本身是沒有這個主動的能力的 沒有電源 無源項列雷達 被動項列雷達 指的是一個東西 既然有所謂的無源跟被動 就後來就有了這個了 所有的東西同時都可以發射波出去 他每一個都有他的電源 所以就叫做有源 也是主動項列雷達 你就知道從無源到有源 你怎麼差異有多大 你就光想想後面每一個他怎麼去 每一個就發波波 我記得我最近跟人家提到這個 人家根本不信 可能做到這個樣子 他真做到這樣 既然中國大陸就做到 你去看中國大陸所有人注意看 他經常講 這是有源項控制雷達 他說的就是這些東西 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說這個是美國的神盾系統 對不對 裝上去了 裝上去了 這美國神盾是早期的 它是無源的 它是單波 然後它有四個陣列 有4996個虧送獎 這就是最早期的美國的 它4996個 它可以1.2秒用電子控制 掃完整個空域 1.2秒就掃完了 那它的海軍的要求是2秒之內 我要做完一次的 整個的空域的準備作戰 所以它還有剩下幾秒 它還有剩下0.8秒 它在0.8秒的時間 它可以控制東西去追蹤目標 可以去導引飛彈 所以它最高的時候 它能夠同時好比說 追蹤516個目標 500多個目標 以前一個追蹤可以拿一個 它一次可以追蹤500多個 它同時能夠導引24枚飛彈 攻擊12個空中目標 你就知道它 它是跟傳統的戰鬥系統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它叫什麼 叫做神盾 它不是神毛 它就是神盾 沒有神盾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完成的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問題出戰 他們後來就發現 如果你想要看得很遠 你的波要比較大 如果你懂這個電子波的話 如果你要想要看得比較精密 因為現在都有所謂的 略海超音速飛彈 貼得來一點點 那你的波就是比較窄 那你要寬 看得遠 就看不到細 你要看得細 就看不到遠的那個目標 所以接著 中國大陸又推出來的 這個 叫做什麼 一直在演進 雙頻項列雷達 X波段很窄 追蹤的在這裡 抓略海飛彈 S波段抓遠處的 高的 那這個中國大陸的洞五五大區 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看到沒有 X波段比較高 它看貼海的 S波段比較低 它看得比較遠一點 就是剛才那張圖的這個頭鞋 所以這邊看得比較遠 對 這個比較看得遠 這是比較粗的那個皮 這個比較高的比較細 X波段就是一個 比較細的那個東西 所以遠的放在下面 遠的放下面 因為它在底下往上看 高的往下看 就可以看比較窄 然後比較細 比較高比較看得近一點 因為我要看很遠 我不太在乎它太近的怎麼樣 我覺得要看遠遠的 所以它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這位置的擺放也是有設計過的 對 以前我是當參謀的時候 以及到最近 我聽說海軍在做這個要求 就是海軍希望在4500噸以下 中科院做這個研究做了20幾年了 4500噸以下 然後中科院說做不到 說希望能夠放到6000 那後來一開始是終止這個案子 那後來最近看報紙 好像又死灰敷蘭了 就是說海軍同意做到6000 對 你就知道它為什麼 噸位這麼重要 因為那個上面你知道嗎 有幾千個揮送角 裝在很高的地方 你這個噸位小一點 海浪一壞它會翻掉 所以以前都是8000噸 9000噸 1萬噸這種 那做到4000噸 5000噸 6000噸 就讓我們覺得很不得了了 結果最近中國大陸做了一個這個 叫做雷霆A2000的 這是無人的喔 應該操控的 它是一個項列雷達 有源項列雷達 還有8管垂直發射 有48枚巡弋飛彈 2個無人機以及4個自動殺人艇 才280噸 這樣不會很晃嗎 它根本沒人 而且它有兩個翅膀張開 你看它 所以這樣可以平衡 它可以平衡 它是一個三億的 中間一個東西 兩個億出去 兩個億底下還有一個無人自殺艇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我說 他們怎麼可以說到這麼小的 可是我接著想到一個事情 我就覺得是可能的 大概4、5年前的電腦的元件 是這個東西叫做電晶體 一個一個的 對不對 那時候做一個電腦 可能要幾十萬個電晶體做起來 現在經過這五六十年 人類科技的變化 上一次記不記得黃仁勳 有賣一個叫Blackwell 最推出來的GPU 你知道嗎 GPU有剛剛那個東西多少個 2080億個 它把剛剛那個電晶體 2080億個 縮小到這麼小 只有是現在人類科技的進步 真的是不得了 我們人類在最近四五十年 大概是有史以來 進步最大四五十年 這個東西讓我見到 真是獵人難以置信 然後最後我要特別講 也許你現在還是沒有很清楚 這個項列雷達什麼回事 沒有關係 這個你可以反覆看 聽不懂我就讓你回去看 我今天花了大概 全世界最少的時間 希望項列雷達 能夠教會大家 什麼叫項列雷達 完畢你也就知道 早期的戰鬥系統 已經通通沒有存活的機會 像這次莫斯科二號 都是被旗艦兵兩顆非常久打成嗎 它就不是神盾 只要不是神盾 你連反應時間 都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它的問題就很大 未來的海戰一定要靠神盾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海軍 盡快能夠建立神盾 真的哪幾個國家有神盾 最原始是美國 後來是日本 後來是韓國 那現在中國大陸後期之秀 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算是在這幾個國家之後 他比他晚 他就是看 他們為什麼要做一個神盾 相信他是什麼 他當然可以去聽得到一些 理論上的東西 他們就自己做 結果他真的是叫做 雖然發展得晚 後發他先制 他今天做到這種縮小型的程度 讓我們覺得不可適應 就是他這麼小280噸 你想想看我們5000 6000 中科院都在表達出了一些困難 他可以做到280噸 那艦長覺得那個280噸 跟一般放在萬噸上面 他們各自的優質又會是什麼 他小貼著海 他本身也是引擎的 你根本看不到他 280噸那個也是引擎的 也是引擎的 你看他那個外型外觀 就是一個很逆中的一個設計 健身又低 然後他又無人控制 280噸你說他可以裝這麼多東西嗎 因為他上面沒人 他就不需要住藏 不需要廚房 不需要廁所 不需要空調 他都不需要 他所有的東西都用來作戰 你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厲害 那他主要跟這個大的艦艇的話 各自的優勢是什麼 大的艦艇也許在很壞的風浪 他還是能夠 很穩住嘛 大的艦艇他本身可以做一個作戰指揮 比如說我們的暗戰被打成了 大戰被打壞了 海上有像神盾艦的在指揮 他就是一個作戰指揮中心 他有各種的人 各種的情報 基本上這個東西他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出去作戰的一個個體 他只能聽令去打仗 簡單講 他不能指揮作戰 但他是比較有彈性是不是 如果比較小艘的話 他的優勢是什麼 你難以發現他 這是第一個 你很難發現他這麼低 逆中性 第二個便宜 你知不知道任何一艘 神盾艦幾百億啊 一艘大的 以台幣來講 300億 400億 500億 大概這樣 你光金飛能造幾艘 你造不了幾艘 那這個呢 我不知道他這個多少錢 你知道我猜也許40億 50億 那功能這麼多 他上面帶的飛彈 比我們所有的戰鬥艦的 每一個類型的戰鬥艦的飛彈都多 他沒人 而且他不怕暈船 你說這個風浪很壞 對他有沒有影響 我相信有 但是 畢竟 不然很壞也不要打仗 你不要擔心打仗 你也不會來 那個280噸的那個 目前是只有中國大陸有嗎 其他國家 我沒有看過一個 這麼小的一個神盾 那現在還不知道 會用在哪一個海域 他造出來 他擺在哪就是哪 看到時候他走 其實他不重要 對他如果說擺在我們沿海這裡 就沿海這裡 我舉個例子他這麼小 我帶著他走 也許跑到日本海那裡 他也可以去作戰 因為他你很難去防範他 他太厲害了 未來有沒有可能這樣子的量 越來越多 然後就跟著萬頓大區一起走 未來一定是無人機 無人艦以及AI控制的天下 一定如此 全世界都朝這樣子發展 搞一個很大的 我舉個例子 航母上千億的去弄一個 如果航母戰亂的時候 我這種船去10個 我什麼都不幹 我這10艘船 就專門打你航母 有機會嗎 怎麼不可能 你知道我走到多近 你才會發現我 對喔搞不好都不會吧 對不對他上面的飛彈 可以打到290公里的 還有48枚能夠打到70公里的 那都是很可怕的 70公里你還沒有翻出 那個叫什麼地球曲線 因為它很低 好吧 好非常謝謝黃建長 今天非常非常精彩 帶給我們看像雷達的這些 非常細節的 如果看不懂回去重複看 這個可能要重複看 有些地方是真的比較深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有非常非常多的學習 今天非常謝謝黃建長 來跟我們做這麼深入的分析 今天晚上9點鐘 同樣有黃建長加入我們正片 那我們就一起晚上期待囉 晚上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再見 再見 請訂閱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